我遇到过许多难以解释的怪事 很多次 我九死一生 现在 让我带你们 进入那些海人听闻的故事里 分享历史上那些奇奇怪怪的故事 你看我们人这一辈子 有通达的时候 也有穷困的时候 在通达的时候 不要太得意 在穷困的时候 也不要太失意 因为得失啊 本是人生之常事 大家都愿意每天遇到好事 没有一个人愿意那倒霉的事情 发生在自己身上 可是如果说时运不济 走入了危局 生活中真发生了雪上加霜的事 那到底该怎么办呢 可能大多数人呢 都是用走一步看一步的想法 来处理这种事的 如果说这事只是发生在人和人之间 可能无论如何倒还好说一些 如果这个事是发生在人和鬼之间的 那回旋的御地 可能就微乎其微了吧 话说在唐一宗的贤通年间 登州官员胡言济被朝廷授予了中州私户这一支 登州在什么地儿啊 登州在今天的山东半岛地区 而中州在哪儿呢 中州啊 就在今天的重庆市中县这一带 大家可以打开地图看一下 这个跨度基本上跨越了现在的大半个中国 对胡言济来说可谓是旅途遥遥 凶险未卜 所以胡言济打点准备好了之后 就带上自己的妻子一同前去赴任 因为你说不来这下半辈子可就真的定居到那儿了 可是不成想啊 他们两个人刚走到四水这个地方的时候 在路上碰到了强盗 这些强盗啊 也的确够可恨的 他们穷凶极恶的把胡言济夫妇两个人的所有东西全都抢走了 不仅财物被他们抢走了 这两口子身上的衣服也都被扒走了 用现在话来说啊 俩人扒得只剩下内衣了 你瞧这荒郊野外的 两个人连个庄户人家都找不着 这俩人呢 是边走边找人 是又想找到人 是又怕遇到人 这原因呢 大家想想都能想明白 两个人心惊胆战的走了大半天 眼看着天就快黑的时候 俩人想 今天晚上看来是不好过了 可就在此时奇迹出现了 他们发现在前边不远的路上 出现了一位老人家 见到这个情况 胡言济就不过羞耻着一边跑一边喊 去追那个老人家 听到胡言济的喊声 那老人家停止了脚步 缓缓地转过身来 只见一个衣不避体的男人扶在地上求救 不远处好像还有一个同样衣不避体的女子 于是他就赶紧扶起胡言济说 公子你是怎么了 看这样子不是路上遇到了强盗吧 既然遇到了人胡言济才放下了内心的担忧 回这个老人家的话说 在下我是登州的胡言济 我今天是准备带我的妻子远到中州去赴任的 谁知道我在这似水边竟然遇到了强人打劫 如今我夫妻二人除了性命尚存以外 其他东西都被那贼人抢夺一空啊 我这个样子也不怕您老见笑 还望您老能施以援手 哪怕先给我们二人一两件衣服也行啊 说完他又扶在地上 动动动地给这个老人家磕起了头 老人家一听说他是官家人士 哪里还敢怠慢呢 赶紧把他扶起说 哦原来胡言公子还是朝廷命官 那老汉我可不敢受刺大礼啊 来来来赶快清气 这里强人横行 我对他们也是深恶痛绝 公子你看这样可否 我这身边呀刚好有一件长袍 你可否让你那娘子先穿上 你们二位可一同随我前行 我的家呀就在这前面不远的树林里 正在饥荒狼狈之处遇到一个好心人搭救 胡言记夫妻俩人此时还能说什么呢 他们二话不说就跟着这个老人家 一同朝他的家里走去 走了大概有那么五六里路之后 他们来到了一片幽静的树林之中 只见这个地方的环境是非常优雅 在这个树林当中啊 坐落着一处非常阔气宏大的宅院 老人家领他们夫妻二人进了宅院之后 先给他们准备了饭食 让他们先饱饱的吃了一顿饭 紧接着又给他们夫妻俩人安排住处 这夫妻俩当下的惊吓之心啊 也是得到了稍稍的平复 当天晚上啊 正当胡言记准备跟他的妻子休息的时候 忽然门外传来老人家的声音 胡言记赶紧走出门来 才发现原来是那老人家备了薄酒 想和胡言记两个人在灯下话酒聊天 三杯酒下肚寒暄过后 那个老人家开口说 胡言公子呀 你如今一无所有 还是要带着你的妻子到中州去夫人吗 胡言记就说呀 是啊 我也正在为这件事情发愁呢 路上的所有财物都被贼人一抢而空 这前行路上可该怎么办呀 只见那老人家好像早已经为胡言打算好了一样 他轻声的笑了笑说 嘿嘿嘿 胡言公子 老夫家中啊只有一个九十多岁的老母 除此之外也别无他人 老夫想如果你有上任期限急于复任的话 不如暂时就把你的妻子留在我的府中 叫他暂时跟我的老母亲做做伴 等你那边一切都安排妥当了 你再回来接他也不迟啊 听到这个话 胡言记的内心微微一愣 潜意识当中他觉得这个老人家提的这个说法有点唐突 但是介于人家是自己两个人的救命恩人 此番提议又充满了善意 再加上前去路上确实急凶未卜 于是他做了片刻的私存之后 就当即回答道 老人家您对我夫妻二人有再生之德 今天已经很麻烦你了 如果再把那人留在您这里 岂不是给您又添麻烦了 听到这儿那老人家笑得更厉害了 他笑着说 哈哈哈哈 公子你可是多虑了 我府中人定细少 你们在我母亲前面就如同孙子孙女一般 说不定还能给他老人家带来些许快乐呢 怎么会有麻烦一说呢 话说到这个份上 胡言记已经无路可退 他再次沉思了片刻之后 就起身失礼回答说 既然老人家如此垂怜 为我们着想 那在下再次就先多谢您了 我就将我那妻子诚信向托 不过树在下直言 我那妻子原先是宫里的侍女 她颇懂些才艺 唱歌跳舞都不在话下 只是她有个很大的缺点 就是喜欢喝酒 而且性情比较放纵 如果留在您府上 还希望您一定要多加管束才是 只见那老翁听完了胡言记的话 豁达地答道 公子你不必担忧 老夫我自有办法 你就安心前去赴任吧 第二天一早啊 胡言记跟妻子说明了昨晚的事情详情之后 就要告别 他的妻子哪能料到两个人先在伺水边被强盗截掠一空 紧接着他的郎君又雪上加霜的要把他一个人留在这里 于是就泪流不止地说 夫君 妾身此次跟你远舍山水 不畏艰险 就是为了陪你一同去做那个小官 谁料途中呼声变故 如今 你竟然狠心将我一个人留在这荒山野林里 你 你于心何忍啊 此时的胡言记也流着泪 长叹一声说 娘子你误会了 不是我狠心啊 朝廷夫人的期限都是有限的 期限之内不到任的官员不但没得做 恐怕还要吃官司 如今我们两个人都穷困潦倒 我如果还要带着你去中州 那路上耽搁多少时间不说 况且急凶未步 娘子你且安心在这个老人家住下 我将以最快的速度赶赴中州 到那里一旦安排妥当 我就赶紧来接你过去 听了这个话 他的妻子稍稍有些心安 于是又不放心地问道 父亲你这次前去上任 万万不可喜新厌旧 忘了切身啊 胡言记赶紧说 娘子这是哪里话 我胡言记岂是那样的人吗 那好 郎君 希望你能遵守你的诺言 不过 切身也把丑话说在前头 如果你到时候不来赢我 我一定会奔走别处的 我想 以我的财貌 一定会有人收留我的 就这样 胡言记跟他的妻子 在小打小闹当中 互相捶泪告别了 胡言记更是一路 风餐露宿 跋山涉水 昼夜不敢停歇的 就赶向中州 大约过了有一个月之后 他终于走到了此行的目的地 中州府衙 等报道完了 交接手续也办完了 胡言记立刻向县令大人报以实情 就准备派人快马前去迎接自己的妻子 可就在那匹马还没出发的时候 他却收到了一封信 打开一看 竟然是自己妻子的手术 那上面写道 夫君胡言记请之 妾身本是歌妓之女 年少入宫 因此自幼只懂清歌妙舞 难据复德 后来因为犯错被放出宫 不想与君为邻 那时候 郎君年少 富师纵久 无不喜爱 而妾身也是放荡无惧 因此我二人两情相悦 便结为夫妇 大家都说我们是 才子家人 不知道夫君 你可曾还记得 我们过去那些 花间漫步 月下对着 红楼戏谑 仅为誓言的日子 那些时候可真是令人难忘啊 可是谁也没有想到 事情竟然发展到这个地步 你为了你的前程 居然狠心地抛下我独自赶路 恩断一决地把妾身抛弃在荒山野林里 自从你那天离去后 我每天都是在哭泣的想念中度过的 可是等啊等啊 你一点点的消息都没有 照常理推算 你早应该到了中州上任了吧 可是你为什么 为什么还不来接我呢 既然夫君你如此薄情 那也就怪不得妾身我寡意了 你可以另寻新欢 我也就不必再为你守贞结了 这个老人家家中还有一子 他深深地爱慕着我 如今妾身我也以身相许了 你以后也不必再多加挂念 今天与君修书一封 别无他意 只是想将此事告知于你 还望你以后多自珍重 忽颜机看完了这个书信是 怒从心中气 他一把就把这封信扔在了地上 然后也顾不得向县令告驾 就选了一匹快马几本赐水 一路上他已经暗暗地打下主意 到那个老人家家后 一定要把那个老匹夫 跟这个不守富道的女子 一同杀掉 一路上除了吃饭和睡觉的时间 其余时间忽颜机都在赶路 所以他回到四水边 比他从四水前去赴任的时间 短了很多 一个多月之后再到故地寻找 胡颜机发现那片树林还在 只不过他在这个树林前后 里里外外附近转了好多个圈 也都没有找到事先的那所气派的大宅 更没有找到任何一个人影 取而代之的是 这个树林里面赫然立着一座巨大的老坟 胡颜机当时就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绝望之下 胡颜机只能打起这座老坟的主意 不出所料 当胡颜机发疯似的把那坟墓掘开的时候 他看到的竟然是自己的妻子死不明目的 僵硬的尸体 看到这一幕 胡颜机不忧的身受痛苦 他愤怒的捣毁了这座坟墓 将自己的妻子尸身 重新找了个地方安葬祭拜之后 就亮腔的离开了这个让他伤心绝望的地方 朋友们 这个故事讲到这儿就讲完了 我们在这儿不妨来分析一下这个故事的背面 也就是说 会不会有一种可能 这个老人家本身就是此地的一个大户 也许是为父不仁 也许是天运不当 总之啊 死去之后灵魂得不到解脱 就在央视为非作歹 之所以骗胡颜机留下他的妻子 一来是有可能为自己牟利 二来是有可能为他的儿子牟利 如此说来 四水边的强盗 有可能也是这个幻化成老人家的鬼 为胡颜机夫妇做下的一个局 而我们再来看看这个胡颜机本人 跟他的妻子的情况 胡颜机这个人呢 喜欢喝酒 喜欢作诗 平生也是放荡不济 他的妻子呀 虽然是在宫里学了些歌舞的技艺 但是也喜欢喝酒 放荡成性 所以两个人才能够在一起 结为夫妻 我们常说呀 鬼魅之类的东西 对阳气十足正气十足的人 一般是进不了身的 那么是不是说 这两口子身上 本身也具有招惹鬼魅的底子 还有 这个强盗一般都是出现在小道上 或者说在天黑的时候接到 之所以被强盗截去了财物 那一来说明这两口子可能走的不是官道 也就是说 他们俩人走的是小道 二来呢 也说明这俩人走的可能不是其实 也就是说 没有在正确的时间做正确的事 因为本身呢 这个故事就是流传很久的一个老故事了 那风哥刚才说的这些评论呢 也只不过是后世很多人 对这个故事的分析和猜想当中的 众多结论的一种 当然各位您听了这个故事 觉得其中还有哪些疑点可以来分析呢 也不妨在我们的评论区 跟风哥 跟更多听这个故事的朋友啊 一起来聊聊天 巴巴挂 哈哈哈哈 好了 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今天的怪谈百物语 想要听到风哥讲述的更多古代的这些奇奇怪怪的诡异故事 欢迎大家订阅风哥的长安鬼市 鬼是诡异的鬼 朋友们 记住了 每周四是风哥在怪谈百物语更新故事的时间 那咱们就下周四再见了 各位访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